有一次我們一起吃完飯 剛才我跟我老婆跟咪咪 咪咪哀求的眼神 玉琳哥你們等一下有沒有要去哪裡啊 我說去哪裡 回家 不要回家... 我幹嘛不回家 不是 老婆是在買太多保險了 因為我跟妳的收入是不一樣 有沒有 對不對 誰假的我會問對方說 你是公的還是母的啦 我怎麼知道我是公的還是母的 你是公的 為什麼我是公的 因為你有包... 那請問你 魚腳是公的還是母的 我哪知道 魚腳是公的也是母的 為什麼啊 與魚腳有包... 也有包... 哈囉 說沒事的都很有事 說有事的沒事找事 歡迎收看 哈囉 你有事嗎 今天又是... 耳包... 老婆要不要老公了 耳包 男人選擇性的失聰 男人都這樣 好吧 老婆也是為我們好啦 但是有些話就聽不下去了 對啊 是... 我們今天來好好攻擊一下 男方這邊好不好 真的 好 先介紹我們這邊的來賓 來... 憲維 大家好 憲妮 還有萱萱 我們今天好好的攻擊 真的嗎 胖輝一號 胖輝二號 哈孝遠 跟我們同樣的飛飛 對 我們先來一個 第一題是 你最無法忍受 男人哪一種 重聽發作 來 哪一刻 哪一刻 那我老公呢 我交代的事情 他都只會聽一半 然後我記得最嚴重的事 是因為我家老三 他是屬於 屁屁很容易尿布疹 還不管換哪一種尿布 都會尿布疹的 對 因為我要下南部 要兩三天 那你記得 他四個小時就一定要換 不然 或者是你換的要用洗的 洗屁屁 要洗啦 對 你不可以幫他只用擦的 不然他會越擦越不舒服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好 在高鐵上再傳一次 跟我說要記得 每四個小時要換一次 我又怕他沒有看到 我在錄音 記得要每四個小時 要記得幫他換一次 那我覺得都做到了嘛 那我就晚上的時候 我就打來電話給我老公 我說老公不接電話 我想說不接電話 那我打電話給小石頭 我打給我家老大 我已經跟你們 他四個小時要換一次 爸爸有沒有換 他說爸爸喔 好像有啦 好像有 我說那我就交代他 我說那你幫我去看一下 他有沒有換尿布這樣 掛電話之後我就也忘記了 隔天中午的 對 隔天中午的時候呢 我就再打電話回去 我就說你有沒有幫他換尿布 有啦...都有換啦 你放心啦 你好好上班啦 三天後 回到家之後 我打開他的尿布 他已經都紅掉了 對 因為他有結痂 結果他可能癢 已經這樣子了 如果說你沒有地方 可以洗屁屁 你就要擦 那擦的時候 他就會有一點 有一點磨擦 他就有結痂 所以我就覺得就是 男生我覺得好像 沒有辦法聽耶 我唸他 他還會說 有 我六到八小時都有換 我說就是九到八小時 四小時就是 就是要剛好四小時 那不然他那都沒有滿 就是說他覺得說 他沒有血 他悶住了 我覺得OK OK啦 男生 小男生OK 來... 很好了 我才有夫人是覺得 在幫你省錢好不好 講話了 你知道那個尿布多貴 四小時換一次的話 多貴 六個八小時 滿的再換就好了嘛 不是這種錢不能省 錢省下來幫你買包包啦 對不對 不行 那個要省啊 如果生的是女兒 這個錢真的不能省 一定要很小心 女兒就要非常小心 對... 兩個小時就換一次 男生有什麼關係 沒關係 男生要那麼細膩這樣 我們男生喔 被骨頭砍到 被子彈穿過 那都是 打斷手骨顛倒泳 對 那沒有關係耶 男生身上有一些地方 就是不應該有疤 地方有疤就很奇怪 其實也沒關係啦 男生無所謂啦 我全身都是疤我老疤 就是... 對 我真的是 菲菲 快點攻擊 我覺得男生真的很奇怪 這種無關緊要的事情 像是球賽幾分啊 幾年啊 哪一場球賽啊 誰啊 關進幾個三分球啊 都不記得 他男生也只剩這個糕點而已 這真的重要的事情 男生一點都不記得 像我有一任男友 我就跟他一起出國 出國前我就跟他交代 我說你的護照 你的機票 你的簽證 全部你自己要收好 你自己的東西 你自己穿得好嗎 結果我們要上機之前 老兄 那天啊 我這是一個很愛守時燈 我就說好 你先去廁所裡面找 然後我幫你把那個行李 全部都打開找 你把那護照 機票不見 你就先去廁所 對 你也就把這個廁所 都放在那裡塞 快... 我們隨手亂放 還自己不記得 結果他後來 果不起來 他就在廁所找到那張機票 好 結果我們就飛... 去到法國之後 我就跟他說 當地有很多壞人 你不要亂跟壞人講話 結果我們就去羅浮宮 差點講成六福尊 對 我們去羅浮宮 準備要參觀之前 我想說我先去上個廁所 出來我就看到 他在跟陌生人講話 我就說 不是交代 你不要跟陌生人講話嗎 他說 他就跟我說 現在那個有清寒救濟 我們要去救濟這個小朋友 你身上有沒有30歐 先拿出來 我們去救濟那個小孩 我說他們一看就知道是騙子 你為何 何苦要花這30歐 我們以二為了以後基因得 萬一生小孩生出來 沒屁眼怎麼辦 都危險 然後說好 沒屁眼至少他不會 這個壁股包 不會喝喝喝的東西 以後也不會便祕了 結果就把錢包拿給他之後 那個人就把錢包搶走了 錢包裡面有300歐 我正超生氣 我就說我不是跟你講 不要隨便亂跟陌生人講話 你為什麼就是 耳包不聽我的話 我們就在羅浮宮 現場大吵了兩個小時 結果我也沒有看到 蒙娜莉莎的微笑 我就回家了 我立刻回國之後 我就跟他分手 超級300歐 超多的耶 這很值得分手 分得非常值得分手 因為才300歐 你就決定要跟他分手 表示他根本不是 你們的感情只值300 300歐 就決定分手 可是你不愛他 那300歐要乘40嗎 老闆 一萬多耶 就表示你真的不愛他 你知道一萬多可以買多少 尿布嗎 真的沒有什麼 而且他只是調了 他自己的機票而已 像我老婆那個時候 他叫我要跟著他 要跟著他去飛去加拿大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加拿大不用簽證 我說確定 加拿大不用簽證 你很顛堵 白癡 加拿大怎麼會需要簽證 到了那個 到了那個要拿那個登基證的 那個地方 地勤那邊 對... 地勤第一句話就問我說 我老婆說 我老婆說加拿大不用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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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麼辦 就當下馬上衝去旁邊 就是我們有那種服務台 那還好耶 然後立刻線上去辦 那先生你怎麼會認為加拿大不用簽證 你不是空姐嗎 我跟你講我還上網什麼外交部 那種什麼加拿大駐台代表去查 他說加拿大真的不用簽證 但是要上一個上網先登記 他那個登記寫這麼小 這麼小一個但書 我沒看到那麼小的字 那我來講一個 我覺得人生 他這個起手勢很強 對...怪怪的喔 不是啊 好不容易 是不是買了一個房子 那時候我在選裝潢 因為他就想要自己處理 因為他自己 他覺得他有品味 好品味 那我就相信他 然後就選...磁磚的時候 我就想 這磁磚我就一直覺得 看他就是一直覺得不順眼 然後我老公就說 就是這個浴室啊 就是會滑嘛 所以他說要選一個比較 粗面的... 那你們家那個太粗 你們家那個好像... 你們家那個好像中原喔 老人那踩的那個 你這樣看怎麼做 我真的假的 我真的假的 是不是你做... 我的腳都沒有腳皮 每天在這邊磨喔 真的喔 那個... 你完全沒有掌紋的 你不會... 你不要掌紋的 我爆抽耶 這個是粗皮的喔 粗皮... 那一天那個水泥的泥座師傅 已經... 他就說已經要貼了 我就說 等等 師傅 你現在給我一下子時間 真的不要貼好不好 我想要退掉 然後我老公就在旁邊就出來 貼 然後我就一直要抱著 跟那個師傅 就一直有點在拉扯 拉磁磚 對 你相信老公那時候 抱著那個師傅 拉磁磚 然後他就貼了一片 所以就回不去了 他就只好去用了那一個 我跟你講 全市的那個牆面也是 地板也是 全部浴室都給我貼那一個 那跌倒會破皮的那一隻 而且我一直摸到 然後這裡都很粗 妳要體諒他 因為妳年輕妳不怕滑 對啊 要怕滑 化言既大 而且他有痛風 你等一下痛風發作的時候 對... 我懷孕就沒了 沒有 其實他很粗 也抖不了這樣 所以這個對通風好 我們家裡換這個 我們家裡換這個 對 我跟你說打掃的人是我 那個毛髮啊什麼的 這樣脆脆脆 那毛髮我多難啊 拿獅子巾 拿什麼掃把 這樣子我都拿很難 可能要吸成器的部分 對 他會 他要吸或是幹嘛的 都會黏住 然後那個浴室的水區跟乾區 水區他也給我用同一塊 然後結果怎麼樣 我每天就一直刷刷刷 刷到我這二頭肌 真的都出來了 不是啊 我真的是快要瘋掉 因為他沒有頭髮 不 老婆 不會 是我專心什麼 不是他都已經太過癮了 那是 真的 妳就再一下 不好意思 不是 也真是 我太想幫妳 自己有老婆出來了 開始 對啊 然後你看現在幾年了 那個磁磚我每天就一直刷 一直會泛黃 你知道我有水智 我真的覺得好像 那個麻煩就水智了 很煩 重點是我想說好 那不然現在 重新弄算啊 重新弄嘛 對 重新弄 打掉了 我跟你講不可能 因為你知道 你還要就是考慮到 你那個 那個大工程耶 真的 因為我最近不確有在考慮 想要把浴室又重新 沒有 因為那是大工程 搞到人家去做飯店 沒辦法 而且那個施作過程當中 很少 整個粉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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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說實話 雖然也不是說 輕而易舉的就買那個房子 但是那個 裝潢也是很多錢 所以我那時候是為了要省錢 因為那時候省到最後 現金都不夠了 然後跟他爸借個好幾百萬 才能夠扛過去那一段 他爸爸又嘰嘰歪歪的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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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阿莎里的就借你嗎 對 就真的借 阿莎里嗎 馬上會說戶頭多少 就兩百萬塊回來 就幫我頂過去那一段 全家的那個磁磚這樣加起來 全部才二十幾萬 所以省了你看多少 然後後來咪咪那時候 對的省錢啦 對 那時候後來咪咪就說 那我們要打掉全壞 他那時候請人家估價 我們有兩間浴室加外面 只是一間浴室的 就要七十萬而已 十萬而已喔 對 所以你這樣加起來 後來光十萬 你可能就要兩三百萬 因為還要挖掉 所以就省嘛 就省啊 對 男人的苦心啦 你知道嗎 其實Paul也是省錢啦 省下來的錢 也都是用在你們母親上 因為他們家身上 咪咪你有得到什麼回饋嗎 對啊 我忘了 我忘了 現在他們家是咪咪在養的 咪咪咪也沒得到回饋啊 那是有夠累的 來 宣宣攻擊 快 像我剛剛講說 哈孝瑩一直在講別人 他有什麼資格坐在這邊 快攻擊 他真的完全塞住 他完全聽不進去的人 因為我是個空服員 我老公是藝人 那是藝人的工作收入啊 不一定可能你今天有工作 那明天的通告也不曉得 就是不穩定 所以我就覺得 加上我們也不大會投資 所以我唯一會的 我就是存錢買儲蓄嫌 所以我每次呢 我們已經買了四年五年的儲蓄嫌 我們每一年都被保險公司吹腳說 劉小姐妳那個保險又沒有繳錢了 我想又沒繳了 我明明一個月前 就已經告訴老公了 就是妳哪一天哪一天要去 因為我們買的是美金儲蓄嫌 妳一定要先把台幣換成美金 然後保險公司才能扣這個儲蓄嫌 妳儲蓄嫌妳沒有即時繳錢的話 保險公司會把妳勤住 那我就想說 我一個月前就一直跟你講說 要換錢 要換錢 妳要當天講 真的 當天講 當天講 因為妳換美金 有時候低點 有時候高點 妳錯過那個時間 我們一家一個人五千美金 三個人就一萬五 那個匯率換下來是不得了的 所以我就看來講說 妳也知道不得了對不對 因為妳買太多保險了 我真的覺得不得了 對 妳不要再保險 往前面講妳買得了 保險公司 妳也要講一百萬的保險公司 她一天都換多少錢 我也是 講一百萬保險公司 我也不愛搞投資這件事 所以我就把錢都放在 房產跟保險這兩件事上面 我就是留給老婆跟小孩 給他們一個生活保險 而且玉琳哥萬一怎麼樣的話 那間保險公司可能會倒 因為臨時投入那麼多現金 我還沒那麼誇張 我老婆是在買太多保險了 因為我跟妳的收入是不一樣 沒有 對不對 她怕妳走得很突然 我... 這一點我都擔心了 我沒有到那麼突然 對 她又買 而且尤其幫我兒子買儲蓄鞋 然後又買美金的 又買台幣的 然後我兒子的所有的保險 我那個保險的業務員 跟我講說 基本上你兒子的保險 都已經 都已經到差不多喔 唯一沒保的就是長照鞋 我老婆問我說 那要不要保長照鞋 三歲 我說我兒子三歲 保什麼長照鞋 這起早做準備啊 因為只要買得便宜啊 因為那時候比較便宜 還好後來 對 還好後來有被我勸退了 那因為真的太多 我腦袋真的記不下來 對 所以說 你叫我突然去換美金 我真的不記得 什麼時候要換 什麼時候要怎樣 那這個東西是不是記得 她應該要記得 為什麼她應該要記得 她每天都在機場 飛來飛去 飛來飛去 對 飛來飛去 那要不要換 應該她換吧 什麼時候是我換的 下班就已經很累 對啊 我是上班 我去賺錢 很辛苦 對啊 家裡總是要分工 不然全部都我來喔 也是 可不可以吧 對啊 可不可以把菲菲的位置 我換到那邊去 對啦 我們兩個錢空姐換到那邊 對 空姐坐一台 他講求的是分工 那你經常那個機場 進進出出的 就順便方換一下 對 多少換有比較貴吧 其實我們換已經便宜 已經沒有手續費了 但是你做一點事情還好吧 你也是一家之主耶 他不是不能換 他是要找點事給你做 對啊 找事給我做就對了 怕你收音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討論呢 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按下小鈴鐺 收看最新影片 歡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喔 給我們更多意見 想要看更多精彩的內容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